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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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曾经残留的小路 消失在匆匆岁月中 不知不觉 我已看不见 在哪里丢失了 那哭声爱的心 谁大不遗忘的从 让心相逢与传摇摆的门 躺在门外默默的等 期待着与你靠近 想知道你的心 想忘掉所有的痛 到今天才发现 我只爱你一个人 想留住你的心 我会一直等 等到你回来 生死与共 生死与共 一生圆地 想知道你的心 想忘掉所有的痛 到现在才知道 到现在才知道 我只爱你一个人 想留住你的情 我会一直等 我会一直等 等到你回来 生死与共 一生决定 美月 看后面啊 好 哎 晚上到哪儿吃饭 今天不行 我已经答应果果回家吃饭了 那 你把车靠边停一下 我有东西给你 这是送给你的 什么东西啊 这么多 两套休闲服 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前起 以后啊 新一天休息的时候 就别再穿这套西装了 谢谢 不过这东西还得 还是先搁你那儿 我那儿 不方便是吧 行 先放我这儿 我先回去了 你在外儿休息 嗯 那小孩就问那人 说 你C啊 那人就说 我名字叫 逗你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孩就记住 那人就开始 拿他们家衣服 小孩一看他拿他们家衣服 想起他妈跟他说 有人拿咱家董事 你就喊我 对 小孩就喊 妈 妈 他妈就说 怎么了 有人拿咱家衣服 谁呀 小孩就说 逗你了 哈哈哈哈 这孩子 那人一看 又开始拿裤子 小孩一看 这不行啊 这啊 妈 他妈又 又难门了 有人拿咱家裤子 谁呀 逗你了 逗你了 那人 又开始拿咱们家床膽子 这小孩一看 小孩就急了 小孩就大叫了 妈 哎 哎 难门了 他拿咱家的床膽子 谁呀 逗你了 哈哈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谁呀 逗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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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了 赶紧的去洗澡去 快 快去 哎 阿姨 那我 我还没买明天的面包呢 我 我去买了 你去帮她洗澡 那叔叔我这有零钱 我兜里有啊 我去给她洗澡 嗯 嗯 你ajo了 我去洗澡 一匹 的 你 有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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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叔叔回来了 嗯 这麦布关门了 我开车到外子去买的 阿姨呢 阿姨 刚才收到出去走走 这不我正想出去找他呢 还没回来呢 叔叔 唐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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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去 我三会儿不 我陪你吧 不用 我还是 你不太方便 不用不用 我自己 不行 我发现他是在跟踪我 我才知道我对他的伤害 有多深 你不用说了 马上就要到明年了 干完这个月我就辞职 对不起 你放心 凡是经过我手上的事情 我都会处理好的 晚间 天有点冷,我先走了 坐 坐 你一直都认为我是个坏女孩 对吗 我今天特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这人特爱做梦 大概七年前那会上高中 对就是那会 我的错误就是我以为梦可以成为现实 但是现在现实告诉我梦就是梦 我该醒了 全部的钥匙都在这儿 你们赢了 哦对了 车上有两只袋子 回头你转交给程总 如果他要是不要的话 你就扔了吧 哎 王晴 嗯 我 我 嗯 我觉得 我再也不想见到京都的任何人了 我 有 从很像 随ordan 我 我们 是这 不休的 不休的 住下来的钱 留客人一毛病 让客人一毛病 乱个烦人一毛病 乱个烦人一毛病 乱乱病人一毛病 乱乱乱乱乱乱 乱乱乱乱乱乱 哎 你们找我你后悔了 问你 我后什么悔了 我找你他干嘛 你干嘛呢 哎 说好了你们俩的孩子 我这当当 我当 干爹 干爹 又多说你干爹 有人了 谁又抢我前面 那我当教父 臭的 不能告诉你是谁 你先看看我这房子怎么样 不错呀 多好 这恭喜你来了 就是什么都没带呀 哈哈 不要 哎 你听见这段这起来的 你又长胖呢 你这种烦是做事了 不是胖 这内分泌之调 我没女朋友 上边憋了 下边家呢 你这嘴就怎么没啥话上来呢 就成我这样 小宿呢 小宿去意大利了 什么时候走了 好长时间了 所以啊 您这房姐姐这得多少钱啊 按揭的 按揭的 按揭也可以啊 这就是旧冒幻新年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终摇出来 哎 我跟你说 这俩 也买房了 嗯 他们俩 对 这两个小自然间接 你买房了 没这个大 没这个大 地段不错 气死我了都算 我急死了 我那就农村四千大把房子 你还是去种芦荟去了 你种芦荟 种芦荟 种什么这样 韩梦 我真是要找你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台里有一批蓝布 要往外承包啊 哎 台里要更换一批节目 怎么你有朋友要竞标 不是是我自己 你 不行啊 不是 我是没这个思想准备 因为谷哥下半年就要正式入学了 我想 我自己待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儿找点活干 那 承包节目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台里只给食乱 那成长怎么想 我还没跟他说呢 你短人跟我把这事儿放心了一下 好吧 行行行 那我去去吧 管理员会小六 刘虎如提出 我国的公司是他这个 就是等到今天把你杀了 今天是我的商业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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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嗯嗯嗯 好 没问题 再见 嗯 张宏来的电话 让我给他交一下电话费 你上网去吧 没意思 现在说洗脚挺时髦的 你去洗脚不去洗过吗 没有 每天你叫着贾平他们去一次呗 嗯 你现在跟周红还有来往呢 嗯 他是不是在外地吗 要我帮他交一下电话费 看不看吧 嗯 开着呗 嗯 看吧 我睡觉一下 城长 嗯 嗯 台里现在有好多栏目都成包了 我想去竞标 你觉得怎么样 行啊 啥事 就最近这几天 好 你要不要给老班长说说 让他帮帮忙 哎呀 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你找他就行 好 啊 啊 啊 你干嘛去 还有文件没弄完呢 明儿在前面 明儿还上班呢 你先睡吧 你是不是不太想了 什么呀 住宝宝 没有 我就着急 诶 肚子还没弄完呢 你先睡吧 好吗 既然又很外景啊 啊 这是热身 明天的项目什么时候能够中标啊 等你成了 我就跟你做好了 韩翁啊 以后做节目没白没黑的 到时候想给你老公买馒头了 人家现在是大名鼎鼎的 广告公司老总 谁还吃馒头啊 哎 老总怎么了 那天说有些人还专找叉子粥喝呢 赶紧的赶紧的走吧 赶紧走吧 谁啊 啊 我在台门口呢 正要是外人啊 啊 你终于如愿以偿了 真的真的真的 你那天的陈述和计划书都不错 对 但是结果还没有出来 过几天就出来 我是提前给你报个信 哎 哎 哎 哈哈 你那天都曾经不外遇了 还记得 你好 先生 您在里面 哎 您在里面 您在里面 什么事啊 您要不要喝点什么 不要 不要 怎么了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嗯 老班长告诉我 我可能中标了 但是结果得过两天才能出来 好事啊 我没赶紧 我得谢谢老班长 就这个 吓我一跳 你就这事 你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 不是 老张他们正谈事呢 就这个 没事 我就是觉得 我以后要是在外面工作多了 可能照顾家里就少一些 家里不是有小林吗 小林能跟你比吗 那你的意思是我都管管家里 你还不如小林呢 这不结了吗 我跟你说 挺好的 你现在这样出去干 比老在家里当牛做马的 让我觉得好受多了 那你以前是不是本来不想回来吃饭的 但是想到我在家里 你就不得不回来 对啊 吃饭嘛 我觉得咋吃都一样 就比方这夜宵吧 有时候我明明是在晚吃完了 又得硬着头皮吃 对 吃的又不那么香 我最好还是吃下去了 还有没有事啊 那我得过去了 他们在等我呢 啊 你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吧 别坐过车 打车回去 啊 你是让钱够吗 够 我这个广告创业要拿出来的话 我相信你肯定喜欢 你看啊 我这个广告创业要拿出来的话 咱们降掉咱们广告的总费用的百分之三十的吧 您好 您好吗 对对对 听说你们搬到九条小区去了 是是 就怎么有空啊 我路过 挺好的 挺好的 找周鸿子 你来了 好吗 我再进来 我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正好路过 看看来 走进去座 哎呦 那个房 怎么来了 来 海梦 你看看 还是那样 真亲切 我说你怎么还不走啊你 你是不是等着我叫警察呢 周鸿 我告诉你 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老婆 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他 行行行 你告诉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啊 你先把楼上的东西给我搬走 周鸿 就让我求你啊 你别这么对我好不好 你看我为了你 什么都没有了 嗯 好 那你出去啊 先打出一片江山来 到时候再来找我 周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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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行了 你别乱跟着我行不行 你也太绝情了吗 你 好 好 走 周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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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别乱跟着我 我瞧你了 周鸿 其实也没什么 我就是想找个人聊聊天 我们好多人都看不起我 韩蒙 我知道你最了解我了 你从来没看不起我 对不对 当然了 我也不知道走 我最近心里特烦 是不是因为那个男孩啊 我看他对你挺好的呀 他是对我挺好的 跟他在一起吧 跟他在一起吧 你就会觉得自己特单纯 特阳光 你要去哪儿玩呢 他绝对是最好的伴儿了 可是后来他就慢慢的开始管我了 还想跟我结婚 那你怎么想 我啊 结什么婚呢 发婚吧 你对他也太凶了 你对他也太凶了 有什么话不好要说吗 得了吧 我才没对他凶呢 你知道吗 他欠我两个月的房租 我都不要了 只要他搬走就行 那你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其实也有 其实也有 我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 我觉得 他属于那种爱我的 他现在爱我 以后呢 谁能保证啊 这人一辈子就爱你啊 再说了 原来我老公也说爱我 后来不是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吗 他想跟我结婚 你说他妈什么跟我结婚呢 他干嘛的呀 他原来是在一家公司 后来呢 我到那公司去办事 就认识他了 得 我们俩这一谈 他天天就是恩恩爱爱的 结果被开除了 最烦这种男人 真的 为了爱情 把自己的事业都弄没了 其实我最巧避的这种人了 我还是比较欣赏那种 成功的男人 可是你说 这种成功的男人 有几个不划心的呀 我就是遇上不了那种 既成功 又对感情专一的男人 就是那种男人有 你能专一吗 你能专一吗 那倒也是 不是你 你没画什么意思啊你 你瞧不起我吧 什么瞧不起你 你自己 你自己心里为敌吧 海膜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 也挺坏的 是 是 哎呀 算了 去看我老公吧 好久没见她 我觉得这是正事 你要想他就去看他呗 我想求你件事 等我走以后吧 你帮我把我那房子往外租走 反正你也知道价钱 你放心 等我走以后 我一定先把那小子赶走 你可真够残酷的 你睡了 你之前晚上回来晚了 我就没进去 要醒了就进屋睡去吧 等会儿果果起床了又给你闹着 没有 这是挺好的 那我早了啊 这么早啊 嗯 今天要播出啊 要播出了 嗯 几点钟 八点半 嗯 挺好的 那我晚上回来早点 八点吃 嗯 嗯 成功了 现在啊 不许是我们一家 所有的广告公司都在吹款 再不付款了 电视台就要停播了 这竞标的时候呢 都敢喊天价 啊 张嘴就来 其实有些企业从自找 摸手啊 他就敢 敢开牙子 你要是电视台不知道呢 打开也是吧 好 我觉得咱们应该拿出 催客户的那个镜头来催款 对 要不咱们也拿不到钱 喂谁啊 甲皮啊 怎么着 鲁爷回来了 他从 不是从意大利 荷兰 他又跑荷兰干嘛去了 行行行没问题 好 我做东 今天晚上咱们去去 就这样拜拜啊 鲁爷回来了 对 咱们今天晚上出去轻松一下 换换脑子 行吗 好 我同意 你们找同意了 寒梦 你怎么不过去看看 都看多少遍了 播出效果不一样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 我恨不得一步跨过这一个小时 对啊 我现在在荷兰华人协会当副会长 不会吧 哈哈哈哈哈哈 那什么呀 我看你的衣服 哈哈哈哈 有标签 你在当你华人协会当副会长啊 不行啊 他那意思不是说你不行 嗯 是说你肯定不行 哈哈哈哈 不 那你在那儿每天都干嘛 哎呀 事情很多啊 嗯 主要工作是搞一搞活动啊 迎来送啊 啊 不说这个 我就发现啊 嗯 这两年咱们中国人地位啊 有所提高 WTO了 对啊 有一回我接待一个spam 就是这个 西班牙 知道 老战牛对面这些人都是西班牙人 都知道啊 哎 接待西班牙人 他一看我哎 黄皮肤的 有点对我不客气 就问我 你哪人呢 我问他 我问你哪人呢 他说他是西班牙的 我说我是中国的 哗 这哥们一听着 热情的拉着我的手 就不放开 我一看这个 好家伙子 我也没含糊 立刻把箱子给他揍上去 我都没要小费 哈哈 他说你副会长怎么要小费 你帮啊你这个 不是 副会长副会长也做好事 也学雷锋啊 哎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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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真舒服啊 哟 哟 哟 这土老帽 还副会长呢 大点练 行 行行 轻 轻 轻点进来 咨语 尔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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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老班长 这下好了吧 你该放心了吧 没有 我打扫卫生呢 在水印路 就是以前的老洋房 行 就这样 再见 爸爸 爸爸陪我去玩 不不不 你就 爸爸头疼 不改天 来 引返爸爸了 走走走 咱俩出去玩啊 你可要三思而行啊 成长现在已经回来了 一切都好起来了 你干嘛要这样 你许我们只能共苦 不能同甘 你知道 成长他就是个大孩子 他都三人多了 他还是个孩子什么时候长大呀 你当初不就是喜欢他这一点 那我现在不喜欢了 行不行 现在不是有个果果 他根本就不管果果 高兴的时候就把孩子叫过来玩会儿 风一阵子顶多超不过五分钟 烦了以后就根本就不管 连家都不回 头一阵子我忙 我完全指着他 我想他能管管孩子 那是他儿子 结果他好几天都不回家 把孩子整个就托给小林 小林是个保姆 他管得了吃喝 可是他管不了教育啊 要是这样 你说我指着他什么 我能指着他什么 与其这样子的 还不如我们早点分了呢 我放他 我真的放他 我不拦他 他走他的 我过我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我们谁都不欠过 前一段时间不是挺好的吗 是挺好的 可是太短了 他可能就是觉得 对不起我 觉得内疚 可是我要的是内疚吗 我要的不是内疚 别瞎想 这么多年都过来 可能以前就这样吧 但是我们以前太难了 如果 如果秦高不是这样的话 没准 我说不好 那天我不让他去接小娃 我拼命拦着他 不听他非要接 我都求他了 你说我们两个人夫妻 两个人在一块住了这么多年 有什么用啊 真像我那姐们说的 这情分千金 抵不过胸脯四两 那天 后来为什么才回来呢 我不知道 是不是不适应小娃 还是因为同情我 我搞不清楚 你千万 别往外来想啊 城长现在既然回来了 证明他心里呢 还是有你 你可千万别赌气 我觉着 你是雷锋吧 城长说你是雷锋 你是雷锋吗 你虚不虚伪啊 这话如果别人说 我觉得他是好人 可是你说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你道莫爱然 你虚伪你 你心里怎么想的 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吗 你真是雷锋吗 你能不能坦坦然然的 把你心里所想的都说出来 你能吗 你会吗 你敢吗 你就是虚伪 你走吧 我下午还出差人 肖特呼唤康德尔 我没喝 我现在跟你打电话就笑得呼唤康德尔 你说我这人虚伪 你说 虚伪 我不虚伪 我什么时候不虚 我觉得你现在虚伪了吧 韩梦说我虚伪 我觉得你挺虚伪 像你心里头早就觉得我这人虚伪 但是你一直没说 这我心里惊人 我好什么好 我没没你说那么好 我还有一句跟你说 没有 没有说 没说这么 现在我才知道成长这下 我为什么老喝酒的东西好 我在哪啊 我接着 大街刚过一车七车车 你别来找我 你不用来找我 我这人虚伪 道貌 暗然 戴个老道的帽子 暗然 暗然 暗然失色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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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本 微っ 微っ 你敢挂我电话 你给我假批 再把电话给我拿起来 不出来我给你打出来 你打我就不信你那句话说 喂 你干嘛呢这儿 没想到 我心里喜欢 放了你 不说我就虚伪了 这是国家的公伙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个 我想当 干嘛呢 主席 你怎么了 什么 不说我就虚伪了 你那有点工作没有 你有点文化没有 我没文化还是你没文化 我 电话里人说你哪儿的 你甭管我哪儿的 你知道吧 我瞅你人不像你粗人 是不是 你这个 我大学都逼 喝酒了吧 喝 怎么样 帐上那酒来点胆之后 就砸国家的这个 我砸他 不行这个 我得管你今儿了不是 你是不是找打你啊 快 快 快 你后老老师坐这儿 不能这样的啊 你们可以走了 这就成这样了 那是 阳光真灿烂 以前老是来这儿 接成长 从来没想过李直行一会儿 我李直行也会到这儿来 嘉婷 你信不信 有时候蹲蹲搬房 挺舒服的 不过 没事吧你 不是 你安心不信 你就是待了一宿 没醒了吧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清醒过 顿了一天 我算是彻底清醒了 好了 没事 走 你姐还梦 啊 不是 哎 回来这么早啊 嗯 郑长 我能跟你谈谈吗 好 什么 放开 好呀 放点水 放点水 近段如今 Mindos操作系统所提供的智能PV输入拔 已经非常好 第二课 来 我把周红的房租下来了 你们栏目组住啊 我觉得不合适 我回头给你找一班工工 老板 我想自己住 自己住 干嘛 嗯 真好吃 没上好鞋 但是 真的还是个 我们分开吧 说什么 你是想 彻底分开的还是就想搬去试试啊 搬过去住一阵 我想 你也不管我 我也不管你 行了 可以 其实我也这么想过 这一段时间 我特别不舒服 觉得特别憋屈 本来我以为咱们搬到这新家以后就会好的 这也挺好的 当时去试试吧 你不怪我吧 不怪你 你跟我这么久 也没过着几天好日子 我觉得挺对不起你的 要不然这样吧 我到那边去 这边条件好 我一个人嘛 无所谓 不用 我喜欢住那边 我都弄好了 你都弄好了 你都弄好了 那你早就 没事 别担心我 广告那边做得挺好的 对 没有好多客户跟我联系 就想上个节目 要是没有你 我哪能做得起来 我哪能做 衣服都洗干净了 柜子也都收拾了一遍 你想着每天换衣服 还那袜子 别等到有味儿的再换 脏了你就扔到洗衣机里头 洗洗一洗一拧就行了 一点都不麻烦 挺方便的 好 每天想着吃早饭 别没人跟你弄 你就不吃了 一扛扛一上午 又喝酒了吧 喝点啤酒 你老是这样 喝完酒以后 开车多不安全呢 好 我答应你 开车的时候不喝酒 好吧 冰箱里的东西 别拖长时间 那冰箱我不要 拿走吧 用不着用 困了 睡觉 你 要 不客气 啊 我 我 你 我 看 这个 我 我 你 你 其实爱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心中有人作伴 一个人也不孤单 其实爱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一旦说了永远 就不再害怕明天 平平淡淡 真实地过了一天 缠缠绵绵 依然是昨日浪漫 虽说爱要岁月 像流水长长远远 慢慢慢慢红尘里看淡 一样的容颜 经历了岁月云烟 可怨而无怨 梦醒了已茫然 其实爱不曾改变 只不过日子平凡 多烂些烦乱 是否还觉得美安 其实爱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心中有人作伴 一个人也不孤单 其实爱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一旦说了永远 一旦说了永远 就不害怕明天 就不害怕明天 一旦说了永远 就不害怕明天 永远 Zither Harp